李靖文 那么大家第一个 一定要找一个 自己最喜欢的 最庄严的佛像 作为这个对境 大家看我背后 这一个准极佛母 六金的铜像 这是经过高气师 加持过的 然而是我供养了一段时间了 每天对着 这个准极佛母像 供养念咒 越看越高兴 另外一个就一定要有恭敬 一分恭敬 得到一分的收获 在书生的准极佛母面前 做顶礼 我们用地往无尽观来顶礼 真正与这个伐心功德 也是不可思议的 通过地往无尽观来礼佛 是最究竟的礼佛 最广大的礼佛 也是最长久的礼佛 因为它是近未来几无有修仙 而且不仅仅礼佛 还有准极海会的诸佛菩萨 还有无量无边 的护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之以恒 每天来修 我们要知道观想是方法 观想的境界的深浅 是观想能力的显现 那有多大的观想力 这个力量是在于我们有多大的福报 因此建议行者从根源入手 多赔福 那么在赔福之中 最重要的一个礼敬 供养的这样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建议大家多多供养佛像 比如说我们准极行者 你想要非常快速的积累这方面的福报功德 那么就要多供养佛母像 如果自己家里有条件 那就在家里供非常好 如果家里没有条件 可以在学院供佛母像 而且是永久供 我们用这个地网无尽观来顶礼 来礼拜准提佛母 礼拜准提海会诸佛菩萨 和准提海会互法互咒诸圣咒 那么我们就可以少用功力 得大功德 得大福报 那么建议大家都请一尊 准提佛母像 日日做礼拜行供养 让我们自己的家 真正成为一个准提菩萨的道场 自利利他 多念走修行 多供养佛菩萨护法 我们法会平时 这些佛母像 供需供葬菩萨像 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的福田 有一分恭敬 则消一分罪业 争一分福贵 那有十分的恭敬 则消十分的罪业 争十分的福贵 关键最后看 我们如何践行 也还是要践行普贤十大愿 要愿行合一 这才是真正的行者的意义 哦 可以充滅多久